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欢迎收听由中央广播电台所制作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刘士杰 最近美猪的议题在台湾烧得火热 全台湾都在讨论说到底美国猪肉进口到台湾来是不是安全 有没有风险到底台湾人可不可以吃 这么样一个专业的议题 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的荣幸 我们请到了一个在农业上 在畜牧业上非常具有这个本职学能的一个专家 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 他是前台北蓄产公司的总经理姚亮毅先生 哈喽你好亮毅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亮毅 亮毅虽然年纪不大 蛮年轻的 比我还要年轻 但他非常的在这个产业 在这个行业非常的资深 不敢不敢 你要不要跟各位听众朋友 首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说你在序幕这个产业这个行业 大概你经历大概有多几年 经历哦 如果要算经历的话 我五岁开始 我们家就是养鸡场 因为如果要谈的话 我应该算是鸡二代嘛 养鸡的第二代这样 那实际上我们家都是家庭相关的行业 我的爷爷是养鸭的 在哪一个县市啊 在彰化县 彰化 我爷爷养鸭 我爸爸养鸡 我五岁开始家里就开始 所以一直是在这样的环境 耳濡目染啊 耳濡目染 在像说 台湾的乡下养鸡养猪很普遍 在我们家方圆三公里内 恐怕有五个养猪场 所以我们等于是在 就是闽南话叫做 阿无聊迪塞鸡啦 就是 亚末聊 竹死圈 嗯 就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这样 那当然后续 后续 虽然我读书跟这个无关 但我出来工作之后 我几乎都在畜牧业服务 应该就说从小也要帮忙啦 因为帮忙家里的长辈做一些家事嘛 所以说 其实养鸡相关的应该是你从小到大 就是从小摸到大 对没错没错 而且这个彰化也算是台湾的农业大县 当然每一个当彰化县长的政治人物 大家都要去面对农业这一块 就是所谓养鸡养猪养鸦 这些农家户的一些他们所关心的议题 都必须要能够非常的了解 那亮一当然是说 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 从小到大就在这个环境下长大 那你家人应该也很期待说 你有一天也能够帮忙家里面 对不对 你长大之后 对 但这个有趣是 其实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其实没有非常期待我投入农业 因为太辛苦了吗 也很辛苦 那二来是 大家都起 父母亲可能都期待孩子们可以 可以在吹冷气的办公室上班 不需要像他们这么辛苦的 在鸡舍里面又臭又热又脏 那但是当 我曾经在家里工作大概四五年的时间 那时候是想要打造品牌 那也跟着父亲一起养鸡 那当然我比较着重于是 屠宰之后的加工 以及跟消费者沟通这一块 这是我那段时间比较投入的部分 比较后端 对比较后端 因为我很强烈的体验是 我要养的比我的父子辈还要厉害 我大概要花很长的时间 跟还要投入更大的专业去研磨 后来我转了一个方向是 如果我比他们会卖 可以帮他们的产品卖得更好 那在那个当下的合作跟贡献度会比较高 于是我就投入比较多时间在跟消费者做沟通 这件事情 如果去包装产品 做branding 然后做通路 包含说 其实大部分的农民的产品还是作为原物料 或者作为这个农作物的产品到批发市场去 农家自己有品牌的相对还是少数 那当然自己有品牌品质要好的时候 我们会提出 其实只要在延长饲养时间 那当然会加入更好的饲料 其实这样子的产品在市场上就会有差异性 所以当时候就是 我们从想要做品牌到去调整部分的饲养 这样子的合作模式 算是小规模的合作模式 跟我爸爸这样子努力了几年 这也是非常特别的 那后来亮意就被 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经验跟专业 被这个挖去台北续产公司 担任总经理 这个位置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事实上这个台北续产公司 你的例行的工作的对应的窗口 除了台北市之外 应该也包含新北市 甚至许多中南部县市 对对对 当然台北续产公司是 台湾最大的土鸡批发市场 那我们家就是土鸡养鸡场 所以从小我就很好奇 我们家的鸡卖掉到底去哪里了 就是到台北来 就是到这边来 对 那有机会到这边服务的时候 当然就会很期待这里的改变 能够为农民或者为产地 跟整个产业结构 可以带来一些调整这样 所以彰化的鸡洋洋是送到台北市屠宰吗 彰化的土鸡一部分其实到台中比较多 到台北市也有一部分 但是对台北市来说 依赖度最高的是台南云林跟屏东 反而是彰化依赖度没有那么高 因为彰化跟台中的地利之变 还有台中的消费模式 台中消费模式是他少量的抓 但当他发现需求变大 马上需要的时候 马上会回头去彰化抓 所以他的那个互补的效果很强 那台北比较困难的是 台北要的量就是固定的 而且他这个量很大 有缺的对 他每天大概五六万只 当有缺的时候 被个烙车买糊了 还几个车一次的车程那么的远 所以这个形态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说 像台北续展公司这样的公司 是在台湾来讲是 每一个县市都有吗 没有 那台北市因为它量太大的关系 台北市因为量大 那些长期的历史因素 台北、新北、桃园、台中、高雄都有 可是以公司形态存在的只有台北市 其他的都以合作社 或者是以这种办公营的市场 或者是找农会投资的模式 或者用出租的模式 各个县市形态不同 你到台北续展公司当总经理的时候 坦白讲你的部署 你下面的同事 可能很多都比你还要年轻 有一些 有一些 那你去的时候 那是2015年吗 2016 我一开始是2015年担任长董 那后来到2017年担任总经理 这是一个 就是在这么年纪轻轻的 就有一个非常亮眼的经历 那你就说 当你每天跟基农跟猪农去互动的时候 你怎么看说这一次猪农的对于说政府想要进美猪进口到台湾来 你怎么看猪农的反应 猪农反应大概有两种 年轻的猪农在几年前其实认为说 这个东西对于台湾养猪反而是一个大的帮助 一个算一个契机去转型吗 对一个契机转型 然后刚其实谈到鸡的概念 其实农家有自由品牌 这样子的机会其实不容易 那我觉得在看农业的现场 还是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自由品牌的一个部分 商品 另外一个是到批发市场变成大宗物资的这个 两个逻辑其实不太一样 那年轻猪农会期待说 他们想要打造自由品牌 然后有不同的饲料不同的饲养环境 甚至于不同的猪种种源 可以从产品的差异来做出跟市场上的区隔 但年纪大一点相对规模有更大的猪农 他们会认为说 这一波的冲击会 因为美猪加拿大猪这种低价的猪肉 会取代这种原物料的市场 那这只是不利于台租的台湾租的竞争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政府也看到 所以说这一次的政策宣布里面 有一个是强制标示 强制标示其实就要让消费者来选择说 你买了这个加工品 他用的是什么样的原料 哪里来的原料 这个大概政府有看到 他们看到这一块很清楚了 那不过说对年轻猪农来讲 他其实没有那么担心说 因为开放美猪进口 被低价的不管是美猪 还是加拿大猪的竞争 导致这个市场的不佳 他们所看到的说是一个转型的契机 可是这个又呼应到说 就是说年轻猪农想要转型 他可能想要去养殖或生产 去更高价更高品质的猪肉 那会不会变成说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你的前老板 柯文哲市长所讲的 就是说 那以后就是穷人吃美猪 然后这个比较有钱的人 就可以吃到比较高价位的 比较高品质的猪肉 你对于他的这个说法 你是怎么看 穷人吃美猪 这个就看这是 这是政治的讨论还是产业的讨论 产业讨论 当然更便宜的是加拿大猪 那加拿大猪是没有含 莱克多巴胺的猪 那美国猪肉在台湾的市占率 跟品质大家也都很清楚 市占率很低 品质上大家不是那么的喜欢 喜欢嘛 那我觉得这个讨论是要回到说 这一波的美猪开放美猪进口 莱克多巴胺的美猪进口之后 台湾猪有没有可能更多元 这个更多元是品质上的多样 价格上的高低 有没有可能呈现出一个 更多元产品 跟多元化序幕 就生物多样性的概念 的可能性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当然 大概如果一个社会是用低价的模式 要寻求高品质的农产品 这大概也不是一个长期正常的模式 那未来台湾猪 会不会有更大的价格差异 我其实乐见于看这样子的状况 不是说一定会贵到什么样程度 而是有市场上有小小的比例的 做出高度差异的 那可能它的动物福利更好的 它的飼料用的更好的 它的肉质更好的 如果台湾猪在这一次的机会里头 可以有机会到达西班牙伊比利猪的水准 或者超越它 那有什么不好 其实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说老实话 美国即便猪肉或牛肉或羊肉 也都有分等级 就像美国牛肉 大家都喜欢吃他们的牛排 他们有分这个prime 有分这个choice select 要分三个等级 所以事实上 不管是什么肉品 事实上有等级的出来 然后让市场去自由竞争 是好事 我们节目稍微先休息一下 待会来可能要请教一下量益 就是说 就市场上的实物上来讲 政府可以怎么样做 在所谓的这个产地标示上 可以做到确实来落实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 历史 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我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刚刚跟梁一其实聊蛮多的东西 就是说 我想在台湾民众最担心的是 就是说 你去吃夜市的时候 吃小吃摊的时候 吃个水饺 吃个香肠 吃个这个水煎包等等 你无法区分 就是说到底 我这个肉到底是用美猪 有瘦肉精的美猪 还是用台湾的猪肉 那你知道肉都混在一起 用很强的调味料的时候 苏老师说你很难去分辨 那作为一个摊商 生意人的角度 我一定是把成本压低 Cost down 反正也没人发现 所以你觉得政府的这个所谓 标示产地的部分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让人民放心 这个部分我觉得角落的部分 的确是有相当高的难度 虽然说我们在食安 台湾经历过几次的食安风暴之后 在整个食品 就是原物料的溯源上 都要求这样子的单据 但是回过来食物面是说 你看到一个角落 多高的比例 需要去标示它是来源哪里 我举个例子说 虽然我们彰化有名是肉丸 肉圆 肉圆的内馅 势必是超好吃的 对超好吃的 有角落 有笋子 各方面的 那如果这块角落 有20%是加拿大租 20%是美国租 60%是台湾租 那我要不要标示 我是问题 我是提出一个问题出来 就这如同说 我们的made in Taiwan的 台湾精品的家具也好 或者是运动器材也好 40%是台湾的零件 在台湾组装 可以称为 made in Taiwan的产品 那今天角落 到底要怎么规定 才必须要标示 必须要强制表示 到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看到 看到这样子的 的说法出来 当然有可能我们对于 食安相关法律 不够熟悉的关系 但的确在食物上 我认为真的会有困难 因为你混在一起的时候 说老实话也很难吃得出来 绝对吃不出来 没有这么厉害 没有这么厉害 还有加堆酱油 冲酸什么的 没有这么厉害 然后像 像其实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有些的便当店 它会挂国产 国产肉商的贴纸 我相信未来会有类似的状况 我相信未来会有类似的状况 所以像这是一个服务的概念 我是国产的猪肉肉商 那我提供一个招牌 挂在这个店家的门口 这没有强制性 我挂了四节肉商的logo 不代表我里面一定是用国产的猪 那长期以来其实都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这个业者也没有违法 我也没有告诉你说 我挂了贴了你的贴纸 就代表我有用你的产品 也不必来 我觉得这个在真正食物上 难的是在鸡茶跟后续的法则 怎么样再度取得国人的信任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说这个鸡茶可能门一打开 你要再关起来会比较困难 然后就是说 可能会变成说是一些 比较具规模的餐厅或店家 他有办法有能力 在食物上在技术上 去配合政府的鸡茶 包括去查说 他每天进货的来源 他的销售的比例去回推 但是你说一般的 这个所谓 很多没有开发票的这些 当然 你根本就很难了 他今天去 比方说去市场买了一块美猪 然后回来卖 然后他否认你很难说 他的这个食品是由美猪做的 那政府怎么罚 会不会因为太繁琐的这些鸡茶的程序造成扰民 就说那怎么样做才是公平的 这个可能种种都是 而且他也不可能做到说 就是说美猪在购买的时候要实名制 他也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购买实名制我倒觉得比较容易 真的吗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说 店家跟原料商买的时候 这个可以查到单据这个不难 但我觉得 实名制的概念跟这个防疫的这个概念就不太一样的差别是 我去路边摊买了一个水煎包 那这个当然不需要实名制 不会出事 基本上他不会出事 可是水煎包的店家买这个原物料 这就必须实名制 因为他会有单据上 法律上的原因 也因为要溯源 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实名是不难 当然概念跟我们现在防疫是不太一样的模式 这个对啊 这个因为要小心到说 不能够侵害到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这个要非常的谨慎 那我想政府当然因为是外交上的考量 就是已经决定要推这个事情了 那目前也看到许多的在野党 包括民众党 甚至是时代力量 国民党等等 都在试图的在提出一些 算是提醒啦 也不要说是警告 那但是政府看起来 意志是非常的坚决 那就我看起来 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讨论的 这个题目说老实话 就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政治的题目 我倒觉得 其实台湾曾经发生过一次了 在2002年 阿扁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加入WTO 那时候就开放白肉机的全面进口 包含说白肉机的杂碎 内涨 那我的印象中 那时候是谈说 用这种肉类跟这个农业上的进口 去换取金元的出口 当然那时候谈了非常大的 加入WTO之后的农业补贴 各种补贴 来确保国内农业的稳定 那时候的大概念就是 其实就是拿农业去换其他的项目 那这一次看来 其实我的感觉是更复杂 刚刚主持人谈到说外交的考量 过去经贸的考量 这一次也包含了这种国防上的考量 那的确输其实就被视为一个国安的一个项目 那也必然说 这是为什么说会这么的敏感 但我倒觉得说 如果今天大家每个人 换一个角度是 你是可以参与总统级的决策的时候 那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比现在总统的这个声望 再加上国际的这个局势 就是现在跟2012年不一样的是 这四年全世界历经了美中贸易 历经了非洲猪瘟 中国也好 整个亚洲的席卷 历经了武汉肺炎 那已经这半年来 台海相对比较紧张的关系 这四年发生这些状况 如果今天政府的态度 跟过去也都还一模一样的时候 不做改变 那这个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模式 我觉得大家也要思考看看 对啊 就是说在非常时期 就要有非常的政策跟做法 那怎么样作为一个总统 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 怎样才是能够真正保护到台湾的最大利益 这个我想就是说 全民都要去思考的一个事情 是啊是啊 那当然现在2020大概 当然是跟2012会差很多 那么但是有人说 进口美猪有没有能够帮助台湾的猪肉出口 你觉得呢 我倒觉得这个题目没有 这个这两个关联系没有完全的match 台湾的猪肉出口 那现在政府宣称是亚洲唯一一个可以出口的国家 因为我们那个口提一把针嘛 但另外一个是台湾的传统猪温 台湾还是传统猪温的疫区 那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 但能不能出口到日本 其实还是一个问号 那以目前国产猪 台湾国产猪的成本这么高 这状况下出口到其他国家 有没有竞争力 这个真是case by case的 每一个状况不一样这样 但是如果要出口 有一个东西必须要面对的是 出口要有部位肉的概念 那国内是半边半只嘛 半只半边地半只猪这样子的概念 但出口就是对方喜欢猪的哪一个部位 那这个价格品质怎么定 这个必须重新再建立一套标准 台湾有没有这样子的背景 有 在1997年以前 我们有土体评级的制度 因为当时候 我们外销到日本是非常大的量 经过了24年 这套制度几乎不再了 那不再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24年没出口了 那国内的猪都是活猪走秀的拍卖 对没说就是荒废的 那荒废的要重建其实也不难 因为全世界都是走这一套 土体评级 台湾必须重新建立起来 这个的建立包含了肉品的资料库 我举个例子就说 比方说五花肉 五花肉油花要怎么分布 那它的多少公分 多少的面积 这个都有科学的仪器可以去测量 那台猪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数字出来 活猪走秀感觉是一个很不科学的做法 但是对猪农以及对于那种化低的人 现场在叫 他们怎么看 看到一个 他们觉得非常科学 那他们怎么看 就是说看猪在走的样子 看猪的体型 体型跟形状 还有它走路的 就是只要它身形 走路的样态 它就可以判断这一只猪的瘦肉肥肉比 我们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 但是依他们几十年的经验 是非常精准的 这个我没有办法体会 所以是师父级的人物在看 对对对 这个是他们 他们有这一套这样 但是这一套 这一套恐怕也只有台湾这么做 全世界还是用土体评级 不为肉 差别是在于说 一个肉品的好坏 其实跟除了怎么养 怎么养很重要 可是杀的功夫 分切的技术 以及后续这种低温熟成 熟成的温度控管 其实都攸关最后那一块肉的品质好坏 就这块肉呈现到 在消费者要购买之前 有很多环节吗 有很多的加工的技术就对了 但我们做毛竹拍卖 根据菜市场购买的时候 或者是毛竹拍卖 直接到现代化潮商买的时候 其实就后面这一段的价值看不到了 对因为刚刚谈到 这一只猪的价格高低 是从外形上去判断 而不是从肉质上去判断 对啊 这又牵涉到说 你之前曾经在脸书上提到 冷链运送的概念 这个冷链运送 它就说是一个很高成本的技术吗 成本高低在每个时代都不太一样 那现在已经很成熟的技术了 这个就包含说 朱砂完了它有一个预冷的空间 预冷 预备冷却的空间 那它要有冷藏的运输车 以及到温控的分切厂 最后到仓库跟出货码头 以及在最后的贩售端 全程都必须是温控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不难 假设说听众朋友自己养了一只猪 那你把它宰了之后 到了你的冰箱 你一定会用最短的时间内保鲜 现在是有冰箱的年代 不是过去要用盐巴去做盐肉的那个逻辑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保鲜的概念 确保品质而已 OK 所以是说 除了这个你刚才讲这个土体贫瘠 然后以及这个冷链技术 都可以去提高整个猪肉 在运送过程的品质 那我们节目之后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美猪你到底有没有吃过 其实自己不晓得有没有吃过 原因是因为过去不用标示 现在还不用标示 你怎么知道提供给你的猪肉 到底是台猪还是美猪 对 那当然我没有去过美国 所以我的确不晓得 他们说就是台湾的猪肉 跟美国的猪肉比起来 台湾的猪肉比较没有腥味 因为我们会先放血是不是 对 但是其实美国也是有放血 跟有盐果的猪肉 所以很难说 其实美国要跟台湾 有同品质的猪肉 恐怕也不难 其实我过去在美国吃 他们的猪肉也蛮常吃的 我也不觉得有多难吃 就是 不可能是因为我很喜欢吃肉 所以可能就 我今天节目非常高兴 请到亮毅 就是这个前台北虚产公司的总经理 帮我们从食物面 市场面去理解这个产业的一些 一些美国 那未来也希望还有机会 能够再次邀请亮毅来回来 我们的节目 那也希望美猪的争议 可以早日的落幕 让台湾的外交能够 这个顺利的再次的大步向前 今天的节目 非常感谢亮毅 谢谢 拜拜 拜拜